大家以为没什么,没什么美国 我怎知道没什么美国呢? 因为我出院,我七天就出院了 我的家人要十四天隔离 他们都没回到家,我就出院了 我就去找个地方去住 想着一出院,大家知道 刘谷湾的东西是出名的 现在好些,有国泰飞机餐食 那时候没有的,一出院就先吃杯面 即是日清这个味道杯面 谁知道杯面很简单,用滚水一滴 滴完就像吃了一口面粉 你知道日清杯面喜欢的就是那股香味 一揭开就像香烂海鲜 完全没有香味 然后吃下去就像我正想吹出来 我一度怀疑那杯面是假的 我一度怀疑倒了杯面之后 我详细研究包装 究竟是否假的呢? 或是过期呢? 或是什么缘故呢? 我都没有察觉 那天晚上就算了,没有杯面吃就算了 我到第二天晚上就很喜欢喝咖啡 都是Starbuck咖啡 喝美式咖啡是最简单的 一喝就好像水 喝美式咖啡是最浓的 我又觉得很担心 但是我以为是否那个Starbuck那人 整股我呢? 我又再去买第二杯 同一家Starbuck 怎知都是没有味的 我又确定到味觉出了事 上网就看回报导 原来英国去年年初 查理斯王子已经中了招 到了年中 他有受访问 就说都没有了味觉 我就联想到一个想法 那怎么算好呢? 查理斯王子就不会争够了 英国 我想到如果是神经系统有问题 我就读医 我纯粹自己用常识去推论 应该是刺激神经系统 所以就想到中医的针灸 我从来都没有去针灸过 我不是什么都去试 但是这个问题要处理 找朋友介绍了中医师 就去针灸 针什么月呢? 原来这个面有很多月位 有一个叫刑香月 听过名字就知道 是什么月 你自己都可以按 在鼻头旁边 两边都有一个刑香月 一针灸 鼻歌就好像通了 然后针灸月 听过名字 一针灸月就会流水 每个星期就重复地针灸 一路很转 我不知道 其实没有科学的方法 去判断是否我的针灸师 这么厉害 帮我康复 没有了美国人的方法 都是刺激治疗 让他闻香水 让他闻一些刺激臭角的东西 还有一日常生活的训练 其他都没有什么药食 或者没有什么立肝见影的方法 所以中医就 我在电台也分享过这个经历 有些人打回电台说 何先生可否说哪个中医帮他针灸 我不是想帮他卖个话 而是找哪个都可以 他中医也是告诉你 美国抽国应该是哪些月位归宿 所以面对疫境 其实就是 第一 就是先鸣定 第二 你要找人帮忙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找人帮忙 不要害羞 也不要期望人家一定要帮你 不要紧要你的过程 人家知道你的情况 可能有些人会帮你 有些人帮不到你 那 你就要不断找人帮忙 终会令你的困难舒缓一些 由病遇到半年后 我美国便回来 病遇初期 我经常吃烧鲁鱼 特意买烧鲁鱼 和我儿子搅吃 因为烧鲁鱼 因为烧鲁鱼 已经去回复了 什么都有味 那时我只是觉得 烧鲁鱼 有些味 要浓烈的味 这些经历 就是很辣的经历 所以整本书 我在聚的时候 都有交代到 患病的经历 一些程序 希望自己的逆境都可以与大家鼓励作用 如果要总结 我和了很多人谈逆境困难 我都用一心一意来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一心就是无常心 什么叫无常心呢 就是来自《道德经》的老子 原话就是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 圣人无常心 原本这句话老子说 就是说给圣人听 即是皇帝听 你不要有那么多自己的主见 你不要说无常心 不要以为自己想那些东西一定对 以百姓心为心 你看人民想要什么 人民想要那些东西 你相信他们 不要只想着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无常心 这个在《道家》就是说 我们不要有定见 不要觉得一定有框框 在疫情之下 为什么要无常心 或者面对困难 为什么要无常心呢 人呢 无论你活着 现在可能年轻人是19岁 或者是活到69岁 其实你都会有很多定见 有很多你自己已经视之为必然的真理 在你的脑海里面 但是面对困难 面对疫境 如果你拿着了自己的定见 死都不肯放 觉得一定是这样的了 我做了几十年人都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那你就很糟 因为你就给了一个常心 去困了自己 以为自己的想法 以为自己的想法 是一个必然的真理 遇到困难的情况 亦变的环境 其实会令你更加多的负担 我在访问里面 我记得这个无常心可以 引用一下张宇仁的访问 他在去年访问的时候 我是有点惊讶 在录音室 他是饮食界的 没有万多间食肆 即是 是他的服务对象 他在电台节目 他一说 就说 收拾吧 他说 这几年 疫情一来 我见到一些 做餐厅老板的朋友 就叫他撿了去 壮士断臂 不要搞了 什么政府补助 什么都不要等了 就撿了去 不如东山再起 但是 他说 当然很多人听他这样说 这个是一年多前的访问 如果一年多前 餐厅老板真的撿了去 可能他会虚 少很多 现在很多餐厅都仍然在虚 你看到他开门 但他卖外卖 有限了 一半人坐进去 其实他都围不住 所谓的常心 是什么呢 一个餐厅老板 他可能做了几十名餐厅 他就有个常心在自己的心里 即是觉得 没所谓的 我能顶到的 我顶到下去 顶到它 完全没有了 沙士都死不去 谁知就比沙士多倍 就算沙士死不去 这个经历 也不能成为一个常心 所以面对疫情 永远就是有些突变发生 有些很大的冲击发生 如果你维持自己的常心 而不肯放下 去重新冷静一点 看看环境 会很糟糕 所以一心一意 面对疫情 第一个就是无常心 第二个就是 随意 随意的意思就是 第一个层次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个人的情绪 要舒畅 要随意 要舒服 不要面对困难 第一个就是 人为什么会有压力 我们的祖先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 会有压力的一个机制 因为我们的祖先 在原始森林里面 看到狮子老虎 要懂得爬好